Hello 大家好 我是Marcos 今天就收到我的獎品 關於Geneway的平台 就很適合我們的馬迷 在上面大家討論一下 或者發表一些經驗 以我自己買馬 或者量馬的經驗而言 每一場馬 總有一些馬 是被人遺忘了 總會變成難滿 慢慢你們留意一下 五滿馬 是有什麼原因變成難滿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他們沉了一兩季 然後分量減少 就會受反彈 這些馬就很值得我們去研究去買 另外有些馬 因為質素是很高的 好像達羅素 你見到他應該的目標是 要拿分去跑打比 總是他17元也好 他要贏的馬 他怎樣都要贏 因為他不夠分跑打比 這些經驗就是我累積回來的 希望對大家都有些用處